还有时候我再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说前段时间也是在6月份 6月份的时候我们三个人 就是跟那个三个师兄 还有一个师兄的丈夫 我们回家在路上 在高速路上出了一次车祸 让大车把我们的小车给追尾了 然后当时把后备箱就整个的 就是说三厢车变成两厢车了 但是我们几位就毫发 就是一点伤都没有 就是那师兄脸上又摊破 然后缝了有几针吧 然后当时就是处理交通事故的交警 还有医院的大夫 他说你们撞成这样 他就去看那车祸现场 他说你们撞成这样 然后就说几个人什么事都没有 说真是菩萨保佑 然后当时这个师兄的丈夫 他也不幸福 因为他不幸福 当时出完车祸之后 他说真是菩萨保佑 因为当时我们车里 后备箱里都撞完了之后 好多都是在心灵法门的书 都撒了一地 哎呀 帮你们倒栽了 心灵法门的书挡灾了 而且你们修过一 躲过一劫啊 我可以告诉你 是师父 你们真的 修的不好 修的不好 我妈妈还在救我的 救你们了 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像这种事情讲都不要讲 后备箱里全是心灵法门的书 一边开车就不能讲任何的 这种不如理不如法的笑话 不能插昏打去 听不懂啊 肯定有了 在车上男男女女 肯定讲话 哪怕就是说 意念当中 只要带到一点 护法神 马上惩罚的 嗯 师父 知道师父 是 真的 干净 干净啊 感恩师父 不干净 怎么上天啊你们 一事修成啊 那就是下辈子 真的 不可以的 一定要真的要干净 骗不了人的 学博这个东西 绝对骗不了人的 因为天上的菩萨 头上三尺 有神灵啊 你们上次听你老伯伯讲了 不啦 听到了 开玩笑了 有一个坏的意念 一坏的想法都不行 对呀 比方说这个男的 就算说一句话 这个男的 比方说一句话 你女人去想了 你就犯罪了 这个男的 比方说 他说一句话 他没有这个想法 他说了某一句话 你们就想到了 一些不好的事情 你们就是犯罪了 如果你们女的讲话 无意识的 讲了某一个事情 这个男的就想到了 他一笑 他就犯罪了 护法神全知道啊 听不懂啊 听不懂啊 师父 以后我们就说 最好就不说话了 除了念经理 对了 有什么话要说的 要说话可以 菩萨在天上也开玩笑 讲的全部都是 弘法的事情 讲的全部都是 正念的东西 这就叫正能量啊 听不懂啊 傻姑娘啊 听不懂 师父 我知道直接就是 开开玩笑都不行的 菩萨不会开这种玩笑的 菩萨的意念 绝对感尽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父 然后这段时间 就是每听到 师父说 弟子说 师父允许你们弟子哭 但是你们哭完了 给我站起来 然后每次 就是经过特别困难的时候 只要讲到师父这句话 然后我自己 个人的心心 特别 心心特别足了 哭没有关系 是忏悔心和慈悲心的交织 但是呢 哭完了 忏悔完了 给我好好地做人 我告诉你要站起来 趴在地板上去哭吧 那就是畜生 所有的动物都是背朝天的 只有人是人顶着天的 头顶着天的 所以不能做畜生 只能做人啊 傻姑娘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嗯 师父你千万要保重身体 好吗 你们乖一点了 真的 师父个个把你们都当孩子一样 你们自己也要好之为之的 不能老犯错 再老犯错老犯错之后 你们就成不了师父的孩子了 就是像人家小 小小 那个流浪小孩子一样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嗯 没有家长教育的人 我 我 感谢观看